等一下,画面会自动暂停5分钟 请各位同学,利用这5分钟算出这3题红色框框内是多少 算完之后,再按下播放键,看看正确的解答 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题 3分之3等于多少分之75 3变成75,扩大了 所以我们用扩分 3乘以多少会变75呢? 我就拿75来除以3 75除以3等于25 所以我知道3乘以25会变75 扩分分子乘以多少分母就要乘以多少 8乘以25等于200 所以第一题是两百分之75 第二题 6变成66,扩大了 所以我用扩分 6乘以多少会等于66 我要知道6乘以多少会等于66 我就拿66来除以6 66除以6等于11 所以这一题我知道实际上我是把分母6乘以了11变成66 计算扩分 分母乘以多少分子就要乘以多少 7乘以11等于77 所以这一题是66分之77 而这一题 4又三分之2等于4又十二分之多少呢? 分母3变成12 扩大了 所以用扩分 3乘以多少等于12 我要知道3乘以多少等于12 我就拿12来除以3 12除以3等于4 所以这一题实际上是3分母3乘以4变成12 扩分 分母乘以多少分子就要乘以多少 4乘以2等于8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12分之8 那同学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扩分的过程当中 整数部分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我们只对分数进行扩分 各位同学 这三题你都算对了吗?